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 政府官员和议员就劳工、扶贫和房屋等政策交流意见 第十二次前厅交流会 由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率领多个官员出席 先和近60位议员拿着区议会选举海报 呼吁选民投票 双方之后就着6个课题交流 涵开劳工、扶贫和房屋政策等等 有议员关注到施政报告提出 在深水埗事行社区客厅 为汤房部提供共享厨房和饭厅等空间 担心未能到位 现在的困难之处就是要非牟利的非政府机构 是出鸡要业主出市油 而政府只是出点 营运费由关外基金 即政府这边去支付 当我们宣布之后 很多商家朋友和我们主动接触 也不难的 我们要求最起码最小都应该有2000呎地方 新楼、旧楼没有重要的 最重要是要接近劏房区 几分钟路程就走到去 方便到劏房居民去用 也有议员认为解决劏房问题工作小组 要用10个月去制定劣质劏房的定义是太长 希望加快 出任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重申 工作紧迫 在政府来说 其实我们不觉得10个月的时间会很松动 因为我们要做很多事 要定下标准 也要想好过度和后续的安排 如果标准定得太低 社会不会接受 但如果标准定得很高很高 根据没有任何劏房能够符合的话 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输入劳工议题方面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书玉贤说 9月开始的补充劳工计划 直到现在收到大约1700宗申请 涉及19000个职位 强调会做好把关 确保本地劳工优先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报道